四欄 那其實公式很簡單 其實只要把兩欄的公式 因為它變成本來這樣是兩欄的話 7加714個字 下一個還是相差14 那可是如果是四欄的話 它就變成14的兩倍28 所以其實公式很簡單 其實跟前面的差異 就只有這個地方不一樣 把14改成28 那這樣四欄就有了 所以其實以後你要分幾欄的話 那你就看它橫向一列有幾個字 你這個就是幾個字 那這個7的話一定都是固定 反正它一定是7個字 7個字7個字7個 那你就都7嘛 那這樣其實就忙 所以以後你要分幾欄 那就很簡單的 類似像這樣的做法 好 那待會的話呢 請各位再變化一下 如果假設有一個地方 我 如果因為有的時候不見得說 預設的情況下 上面都給你編號 所以有一種情況怎麼樣 就是第一列跟A欄 假設消失的話 也就是沒有A 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分成兩欄好了 可是兩欄的部分 你把它拿一個過來 然後呢 這個兩欄的話呢 我假設希望做個變化 就是把這個1跟2的編號 還有縱向的這個1到60的編號 全部刪掉的話 就是沒有這個 也沒有這個 那就糟糕了 你想想說 我沒有參考怎麼辦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不知道有沒有 講過一個 兩個函數 那個函數部分的話呢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我現在在哪一欄的話 那我可以插入一個叫做查詢與參閱裡面的column column的話呢 它會告訴你 你目前在哪一欄 有沒有 不就會有1、2對不對 當你上下填滿的話 它還是1、2啦 可是如果你假設呢 你希望再增加一個列的訊息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怎麼樣 如果假設我想要知道我現在在第幾列的話 那我可以插入一個叫做也一樣查詢與參照的函數 裡面有一個函數叫RAW 這個RAW的話 其實顧名實際碼 就是你在哪一列的意思 按確定 直接按確定 瓜戶裡面不用傳參數 它就會告訴你 你現在在哪一列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column跟RAW 來代替剛剛的B1跟A2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才會剛好符合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的這個分兩欄有沒有 我們本來有上面的A 第一列跟A欄 那你把它刪除掉 我一樣希望能夠看到最後結果的話 那也就是說這個公式裡面 可能B1跟A2 這個要把它換成 應該B1的話可能要把它換成column A2要換成RAW 那我覺得比較可能更簡單一點的地方 因為column跟RAW是相對位置 不用加淺的符號 不用鎖起來 所以會比較簡單 我覺得有時候甚至好像column跟RAW 不用鎖 會不會對有些同學來說 應該會更簡單一些些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分欄的部分 試著做出來 然後這邊的話 分兩欄也許 你可以把它叫做 這個這個 因為我們換成就是 叫column COLUMN AND什麼 ANDRAW 反正呢 就是把分兩欄的部分 試著改成 用這兩個函數 column的話就是欄 roll的話就是列 試著做做看 看有沒有辦法把它做出來 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我把它結合在一起 怎麼結合 這個第一個 我先用那個column 所以公司的話理論上 就是用1 1加上什麼 1加上 COLUMN我自己打上去好了 我習慣用CO 當你打了之後 這邊也會出現 有沒有 他會給你前刮虎 你再補一個後刮虎就可以了 那column的話 實際上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是哪一欄 那欄的話一定是1 A的話就是1 第一欄第二欄 那我先把它剪掉1 因為我剛剛講過 我會先把它歸零 為什麼要歸零呢 因為第一次不用加上7的倍數 所以乘上7就可以了 那把它打勾 應該知道這意思嘛 那本來的B1 被改成column 有沒有 那要不要加錢的話 不用 因為column是相對位置 按打勾 那你會發現得到就1 1跟8 下一個有沒有 然後再往下的話 因為呢 我往下拉它還是都1到1 8 可是我希望這個是1 8 下一個再加7 再加7 那就是 等於是兩個 就14嘛 那我一樣嘛 所以再加上什麼 加上Raw Raw的話 就是等於剛剛的那個A2 小瓜糊 有沒有 Raw 一樣把它-1 為什麼 因為第一列喔 不用加上14的倍數 因為兩欄不就14個字嘛 那記得一樣把它刮糊起來 那就是先把它歸零 那再乘上的話 乘上14 OK 打個勾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第一列完全不會改變 但是第二列的話 就會加上14的倍數了 有沒有 14的倍數 你會發現這樣就OK了 好 那如果我已經把這個規則創出來之後 下一步的話 跟剛剛一樣 就是把這個公式再剪下來 然後再插入到那個什麼 在mid 最近使用過的這個mid的函數 所以今天我們用了三個 mid current 跟raw 至少你這幾個都要選 那文字在這個長橫哥的A1 所以記得把A1點一下之後 按F4 把兩個鎖起來 第二個的話呢 那這個先補一個1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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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7個字嘛 因為長橫哥都7個7個字的 然後呢 要第幾個字的位置 就貼在star number裡面 OK 有沒有 按確定 那理論上應該就成功了啦 向右拉 有沒有 然後就拿向下 那倒應該是60吧 所以 當然你超過它沒關係 只是說底下它不會出現 有沒有 那它最後只會跑到 第60 我記得好像是840個字 所以你最後應該就是到60 列的位置 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剛剛的公式 改成current跟raw的話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比較一下 所以如果把這個公式 如果複製起來 我跟剛剛的current跟raw 比一下 current跟raw 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 本來這個是b 前的符號有沒有 就直接改成這個就可以了 改成current 然後這個a2有沒有 就改成raw就可以了 那如果比較之下吧 你會覺得說 哪一個簡單 我自己是覺得說 好像current跟raw相對 簡單的地方 就是因為喔 你就不用去管 鎖哪個地方了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光這一點啊 什麼鎖籃鎖裂 很多同學真的 就非常的不容易理解 但我們弄久了 我大概很清楚 可是我剛開始 我也是受這個鎖 困擾很久耶 我剛開始也是真的是 頭快爆炸了 不過後來用current跟raw之後 我發現好像用current跟raw好像比較簡單 OK 所以 慢慢熟悉嘛 如果你這些都熟悉以後 你說要把資料切開來 有規律的切開來就很簡單了 如果你不會變 你要土法煉鋼耶 所以說真的耶 我真的有看過 那種 比較老一輩的人 他如何處理一些資料的分割 真的 真的 我看了我都覺得說 你這樣可以弄一整天 是很正常的 怎麼樣呢 他就是選起來 然後control c control v control c control v 所以真的 你看職場上很多人 每天的動作 他一直很忙 一直很忙 我在忙什麼 他就一直在選取 control c control v control c 我說你這樣子 你現在做完沒關係 可是你等一下又要重新再做一次 因為有新資料更新的 所以他每天就是control c control v 所以你看他的鍵盤 真的control c control v 一定都已經磨到沒有字了 所以他每天都在用這個功能 問題 你就學一個公司不就問題解決了 但他不知道耶 有人就覺得說 我說你怎麼不學一下 我說反正我快退休了 我學這個到時候我也用不到 也是對啦 我也不知道怎麼反駁他 可是你即便你要退休 可是你人生 當你還沒有走到盡頭 你還是不能 你還是要動腦筋吧 對不對 不然你腦袋要幹嘛的 對不對 腦袋就是給你動腦 不然不動的話 總會生鏽吧 所以很多人就是 好像比較僵化 所以試著做做看 把這個做出來 那其他當然一欄跟四欄 我就不做了 你們一樣可以把這個分一欄 這個地方應該更簡單 這個好像只有改弱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四欄的話呢 其實到底差不多啦 這個我就 不特別去演練了 你們試試看喔 把那個剛剛的分兩欄 只要改成 用那個改成CURL跟ROVE 這兩個函數 試著做做看 那當然啦 如果你要更快的話 那就是寫VBA 不過VBA難度當然更高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Oh